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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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央行在未来应该做出怎样的一个决策 受到疫情影响呢 再加上此前澳洲大火的影响 那么澳元最近是已经是下跌7% 今年达到了09年以来的一个历史低位 今天呢 澳联储可能再次降息 那么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降息之后呢 对澳元本身以及澳洲的金融市场和经济 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汇率这么低 那么一定程度上 其实能帮助我们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一些居民 或者是企业行业降低了生存的一个压力 那么整体跟贸易相关的企业呢 都会受到一定的利好因素 所以大家在股票选择上 如果是降息股票上涨 那么上涨的股票里面 贸易相关或者出口企业相关的一些股票 会得到更大的一个利好支持 包括A2奶粉这一类的 还有这个A2最近也是出了财报 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 除了疫情影响的企业 以及未来经济预期上的一个下调 但是呢 大部分最近出财报的这些 在19年的整体表现还都是不错的 像APX这些科技股甚至呢 在revenue上面就是收入 都是上涨了百分之三四十 甚至四五十的一个涨幅 所以在股价上呢 最近没有体现出来 但是相信未来呢 一旦疫情缓解或者是降息之后 那么这些股价的走势呢 都会把之前的一个利好吸纳进来 所以股价上会有一个相对较大的 上升的潜力和空间 那么为什么今天早上七点多 美国股市突然拉升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美国特朗普总统先生 又开始讲话了 他说呢 美联储正在研究刺激经济的一些措施 那么这个就很悬了 再加上美国经济顾问 国家经济顾问 以及美国的财长 都支持美联储 考虑紧急降息的可能性 因此呢 美国股市在尾盘的时候大涨了 一千多点 从百分之二 直接是拉到了百分之五的涨幅 这个幅度和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因此呢 可见降息对市场的一个刺激性 那么早上也非常有幸啊 我一般都是早上起来会看新闻 正好看到了 那我就顺手做了一点点 赚了一点零花钱 在金融市场上 类似于这类的消息呢 其实都是会对我们的投资 产生极大的一个助力 大家每天看新闻 一定要善于把新闻转化成生产力 转化成我们的资本 那么只有这样呢 我们才能在涨涨跌跌的市场中 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投资方向 并且能够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 迅速的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 做出最有利于我们整体的金融资产的 最终的一个投资决定 所以呢 各国央行包括澳洲今天讲话 加上利率决议 那么都会对金融市场产生极大的一个提振 从上周到现在 我们很多股票优质的公司 回调百分十几 甚至二十几 甚至三十几 那么对于大家来讲 我们现在老百姓关注的是什么呢 是提着菜篮子去超市 大量的囤卫生纸 囤泡面 但是呢 对于资本市场来讲 投资者在做什么呢 在大量的购买优质的股票 尤其是像昨天晚上美国市场 包括昨天白天中国市场 那么大量优质的股票 都会有大量的买盘出现 那么中国也是A股 连续九天成交量破万亿 在这么低的一个位置上 破了万亿 所以呢 大家可想而知 后面的资金量 是有多么的雄厚 那我们 很多人已经被机构洗出来了 通过上周的一个大幅下跌 当然了 上周也没有赚钱的 八成以上的机构都是亏损的 整个全球市场 正发了四千多亿美元的市值 但是在这周我们就不能恐慌了 正如我们昨天在广播中讲到的啊 别人贪婪的时候 我们恐惧一下 别人恐惧的时候 就是我们该出手的时候 所以这样呢 长期来看的话 任何大盘 只要没有在确切的爆发 连锁性的金融危机之前 大幅下跌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都是非常优质的进场时机 什么叫连锁性的金融啊 暴跌或者金融危机 就是整个产业链啊 从房地产到金融市场全部完蛋 大家回想一下 零七年零八年的金融危机 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次债危机啊 跟我们说的传统的经济衰退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金融危机和金融衰退是两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金融危机呢是有缓和解决的办法 那么顶多我们的回报降低 但是不至于进行一个严重的衰退 但是呢 金融危机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投入的本金有可能回不来 这个是严重会产生恐慌性效应的 那么当年大家投了次债啊 很多一些债务 我们完全连本金都要不回来 像一些垃圾债啊 一些小额贷 那么这些东西 我们公司企业倒闭了之后 公司的债是要破产 大家呢 基本上是血本不归 但是股票金融市场不是这样的 那么在今年呢 我们顶多能够预计的 就是经济衰退 或者是经济下行的一个风险预期 但是呢 通过政府的一些政策协调 和央行的降息 紧急降息的一些举措 以及其他的经济政策 和流动性政策 那么市场上会有足够的资金 应对此次的一个危机 那么大家啊 包括中国 我们也看到了 所有的这个银行啊 现在都在继续向市场上放水 那这个放水的概念 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啊 是让这个稀释老百姓财富不对 不是这样的 而是呢 让中小企业能够有足够的现金 度过目前的一个危机 像目前很多企业不开工 不开工导致呢 每个月啊 大的可能要支出几百万啊 几十万 小的呢 我可能雇个五六个人 我也要支出几万块钱 那么如果长期两三个月不能开工 那我手中的现金流可能就不够 小企业可能就要面临倒闭的风险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国家讲话了 银行必须要贷款三千亿出去 给中小企业度过难关 那么钱出去了 那可能中小企业还不了 怎么办 没关系 银行的计题准备金啊 就是上调坏账率 可能原来银行的坏账率是百分之二点几三 那么今年的可能就上天到四点几五 但是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允许银行提高自己的利润率 来啊 减缓坏账带来的一些损失 所以呢 这一次金融系统不会出现像零七年那样重大的危机 因为银行系统至今到目前都是非常稳健的 啊非常缓和的 不会出现重大事故 所以呢 我们要对企业啊 对央行对银行系统产生一定的信心 那么有了这些信心 我们在通过客观的评估之后 我们就知道那大家抄底的时候到了 在现在啊 我们就不需要去超市啊 我们囤一箱一箱的值 但是我们需要去股票上找那些优质的被低估的股票 那么大家囤一部分 所以呢 整体过去一个星期 大家过度的恐慌性抛售 加上目前的一个降息的政策支持 未来股市应该会有比较平稳的表现 很简单啊 大家该抛的都抛完了 现在手里没有仓位了 那么机构没有仓位 就需要补仓 很简单的道理 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投资者来讲的话 我们手里要有三类投资 那么三架投资马车是哪三架呢 第一呢就是中性资产 比方说我们常提到的澳元对新兰的纽币 不管市场有多大的危机 那么澳元对新兰的纽币 始终是在1.04到1.05之间徘徊 直到今天 到上周 依旧是为我们产生重大的一个利润 那么这一个产品呢 或者是其他中性产品 就是我们家庭配置的一部分 还有两类 另外一类呢 就是避险资产 像黄金 以及其他的比特币 都是有避险属性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风险资产 是我们投的这些澳元对日元 或者是澳元相关的一些货币 贸易货币的属性 或者是呢 一些股票 不管是美股 中国的股票 还是澳洲的股票 那么这三类属性的投资产品 在我们家庭配比中 一定要都有体现出来 而不是我们集合 所有的养老金 都是买股票 都是买澳洲股票 或者是都是买美国的股票 这样的话风险就过于集中 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 压注到一支个股上 让它确定百分百的上涨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整体性的 战略风险的分散 让我们整体的投资组合 相对平稳安全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想要观看网课 或者是了解其他金融资讯 可以拨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